這ermonittime 來介紹這個意勾針 兩種樣是德式螺旋邊編製的一條熟練 因為是勾針 所以 柱子要先穿起來 要先穿好才能做編製的動作 首先我們這個 就是他编织的线是东京线或者是蕾丝线 今天我用的是这个牌子的编织线 他就是这样子 我们要先会看这个图 在这个编织的时候 我们会是由右手边往左手边看 穿的时候是这个方向 所以是先穿三颗浅色的十二零 再加一颗四蜜的角株 那四颗花生株 那这里是 为什么这里要区隔起来 因为这里是一幕 就是你要勾一针的时候要夹这些柱子 那这个箭头是入针的方向 你看这个是往右 那这个是往左勾 他入针的方向不一样 那这里就是这样子是一幕 那这样子是一幕 那其实他架的珠子都一样 只差在 第一次我用这个十二零是有颜色的变化 然后这一颗也有变化 一次是角株 一次是珍珠 那我们就先来穿 因为他要把那个珠子全部穿完 然后穿的时候要重复20次 就等于是这个角株的穿完 穿珍珠的部分 然后角株珍珠 角株珍珠要重复20次 总共20次 好那我们是这个是第一幕 三颗浅色的十二零 一颗四密的角株 再四颗化身珠 这是第一幕 那第二幕的时候 十二零变成是深色 那第二幕的时候 是三颗深色的十二零 一颗四密的金株 然后再四颗化身珠 我们刚才就是在穿的时候 就是这样子 第一组 这是第一幕 第一幕就是这样 三颗十二零 一颗角株 然后四颗花生珠 第二幕 四颗十二零 三颗对不起 三颗深色十二零 一颗珍珠 再四颗化身珠 重复 三颗十二零 一颗四米角株 四颗化身珠 三颗深色十二零 一颗珍珠 四颗化身珠 那这样子我们重复几次了 如果你要算几次的时候 你算这个 一个就好 角株几次 两次 所以就是重复两次了 那我们总共要重复20次 先把珠子穿好 我们才能做编制的动作 把所有的珠子全部穿在线上 那因为勾针要勾的时候 它需要有一点点线的距离 可以让它勾 所以我们这个珠子要把它往后推 你在勾的这个地方也有线 不能只有这样子 就是像这样子珠子全部集中 这样不行 我们要把它这样子分散开来 往后推 往后推 好 那我们要开始编的时候 我们今天用的这个是 这个我用的是可乐牌的勾针 那我用四号 你用四号六号八号都可以 好 那因为包号太细了 那有的人可能没有办法够到那个线 那这里尾端我们留个20公分 这个20公分是让我们比较好握 同时就是就起边的这个线 尾端留20公分 好 那开始这个边的时候呢 我们就这里线在上针在下 写一个6 画一个6 好 就像画一个6一样 起针 起针 这样子 画一个6 线在上针在下 写一个6 好 是不是绕一个圈圈了 把线勾进来 拉紧 好 这就是起针了 那起针这个线 我们不要让它这样很松 好 我们要让它刚刚好 那把第一幕的所有的珠子穿进来 我们刚才有讲 每一幕都是有四颗 三颗小猪 一颗大猪 再四颗花生猪 好 这样叫一幕 那我们把这个所有的珠子 推到我们的这个起针的这个附近 这个位置来 把它折成U字形之后 然后在这个针在上 刚才针在下 起针的时候针在下 那现在就是要勾线 那勾线的时候呢 我们是这样子写一个 往外出去画一个圆进来 再一次 针在线的上面 往外推出去 画一个圆 勾住线 再把线勾到这个环里面 那松松的对不对 要拉紧 稍微把它拉一下 它就紧了 每一次勾线都是这样子 勾一幕都是这样子勾 这样子 往外推出去勾到线 就好像画一个小圆一样 然后把这个针线勾进来 这是第二幕的不加珠子的所针 那第三幕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要加珠子咯 所以是把这个到日本小珠 就花生珠之前 花生珠就下一幕了 不要不要勾到它 所以我们就先把这一幕的珠子 推进来 推进来 这一幕的珠子推进来之后呢 一样把它折成U字形 把它折成U字形 折成U字形的样子 再把针往外推勾线 把这个线折成U字形 那这个珠子要特别注意 就是不可以让它跑出去 它一定要在这个线的 就这一幕的中间 这样子 好 这是第三幕 那第四幕又是一个不加珠子的所针 那编好的时候呢 接下来我们要开始做螺旋 那个德四螺旋边 那我们今天勾的是两种样式 德四螺旋边 所以我们在起针的时候 是先勾两幕 就是四段 那有两幕加珠 然后就是有两幕不加珠的 那看起来就好像是只有勾两针而已 那等一下我们要开始做 德四螺旋边的时候 它有一个基本的概念 就是 鱼儿支带都是顺时针方向旋转 那第一幕比较特殊 我们要把这个珠子 这往由下往上翻 我们勾完的时候 是这个花生珠都在下面 大珠都在上面 然后都放在线的右手边 像这样子 线的右手边 那我要把这一幕 珍珠的这一幕 现在在右下角 如果线是中间的话 现在线在右下角 我要往左上角翻 而且是这个方向翻起来 花生珠在下面 这样子翻起来 我手一会 靠过去你们就看不到了 翻起来 那翻起来的时候 我要入针 入针的时候 然后由那个珍珠跟花生珠的中间入针 因为我要放进去才有办法 比较固定住 那这里 因为我们的是螺旋边的基本的做法 都是由右侧入针 就是当你把这个珠子翻起来的时候 然后你让这个珍珠的部分 放在朝你自己的方向 然后由右侧入针 那右侧入针的时候 是由珍珠跟花生珠的中间 是挂在这个珍珠跟花生珠的中间 入针之后 我们把下一幕的这个珠子 到花生珠之前的 花生珠不要 就这个到日本小珠推进来 那一样要把它折成U字形 习惯把它折成U字形 勾线 拉拔 那因为不好握 那你可以握这条线 拉一下 留的起针的部分 这样比较容易起针 再勾一个不加珠的锁针 那我刚刚有讲就是这个支带都是顺时针方向旋转 顺时针就是这样 就是你要往这样翻 就是接下来是这个在右下角往左上角 那翻起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正常的话都是这样子 就是翻上来 然后大珠朝自己 再线拉一下 大珠朝自己 那我每次入针是不是正常的话都是由右侧入针 但这一次我有一个反向的针 入针的方式 所以我会变成是由左侧入针 而且刚才这个是由下往上 正常的话是由右侧由下往上 看起来就是右下往上 那我这一次要由左侧入针是这里 反方向 入针之后呢 它看起来就会是花生数朝我们自己 刚才入针之后呢 正常的话入针由右侧入针 这个大珠 在靠我们自己的位置 角度朝我们 但是我现在反向入针的时候是 由左侧入针 然后就会变成是花生珠 看起来是朝我们的方向 朝自己的方向 所以它有一点点差异性 那入针之后呢 这个 把珠子 下一幕的珠子 然后你有没有注意到 我们现在入针的这一个幕是角珠 那我们推进来就会角珠 所以你就记得角珠的时候 你要由左侧入针 就会看到花生珠 然后角珠没看到 把珠子推进来 一样折成U字形 再勾线拉拔 那记得每一幕勾完的时候 都会有一个不加珠子的锁针 为什么 因为这样把它锁住 这一幕才不会松掉 那一样顺时针方向旋转 所以就是这一幕由右下往左上咯 那正常的话是不是又是这样子 就是由右侧入针 一样由针柱跟花生柱的中间入针 把这个珠子推过来 推过来 折成U字形 再勾线拉拔 稍微让它紧一点点 再勾一个不加珠子的锁针 翻转支带 由看到角珠了对不对 看到角珠的时候要怎样 由左侧入针 这个珠子就是要一边勾一边推进来 不是一次全部推进来 由看到角珠由左侧入针 那你就比较快速的方式 就是你把那个花生珠 直接转到你的方向来 然后一样是由右侧入针 好 这是比较快速的一个方式 那一样珠子推进来 折成U字形 折成U字形放在这个下面 把线勾进来 然后再勾一个不加珠子的锁针 那这个线都不可以 就是 尤其是勾这个锁针的时候 你要注意那个位置 不可以跑到这个花生珠的中间来 一定要在这一个 还是维持在那个 哎 花生珠跟珍珠的中间 所以这个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为新手可能会比较 没有办法处理 要稍微注意一下 好 这个是小细节 不然的话 那个织带会看起来线就跨在那个珠子上面 勾完之后 再 顺时针旋转 是不是 又看到珍珠了 好 那如果你要检查你自己是不是有错误 好 你看哦 现在推进来的是不是珍珠 那你现在入针的就一定是珍珠 推成 入字形 勾线 拉拔 就 萤幕就结束了嘛 再勾一个不加珠子的锁针反复 那记得看到 针珠 角珠的时候 要反方向入针 那就反复这样子勾 把全部的珠子都勾完 好 顺时针方向旋转 记得看到角珠的时候是这样 反方向入针 所以会变成你看到花生珠的感觉 好 那我们已经把所有的珠子全部勾完了 那最后这两个还开的 好 缺口还开的 所以我们要以同样的方式 不加珠子 再把它勾一次 好 那这里一样从珍珠 跟花生珠的中间入针 勾一幕 不加珠子的锁针 之后一样顺时针 方向旋转 不要再勾锁针了 好 这个就没有再加 勾一幕 那个不加珠子的锁针 那记得这里不是这样入针 反方向一样维持 从头到尾都是在看到角珠的时候 反方向入针 勾一幕 不加珠子的锁针 那这里就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这个线头 这个地方 勾针的这个地方 我们把它拉紧一点点 让那个线 比较不会那么明显 最后呢 再勾一个锁针结束 勾一个锁针结束 那这个线尾 我们给它留个20公分左右 直接拉出来 好 这样就完成我们的织带 再完成我们的织带的部分 感谢观看 还有你们的织带 感谢观看